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金榜提名之后 副标题是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在孩子读高中的时候 中国家长经常说一句话 好好学习啊 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 不过真正到了大学之后 孩子一定会发现 自己不但没有解放 反而是进入到更为复杂的竞争之中 在高中阶段 学生们每天要想的事 还相对比较简单 一心呢 就是想考个好成绩 但到了大学阶段 在成绩之外 学生们还要思考 自己未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工作 再往大点说 要形成怎样的价值观 成为怎样的人 如同副标题所讲的 这本书的目标 就是揭开大学生出路的分化之谜 换句话说 就是从大学到工作 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通常是四年 学生们如何做出个人选择 以及为什么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 为什么有的学生毕业后想去创业 有的学生就想考编 有的学生选择去相对比较忙碌的互联网公司 有的学生呢 却希望找到一个清闲的工作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不就是个人选择吗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 持这种观点的人啊 其实对应着教育学研究中 强调学生能动性的这一派学者 他们就认为 学生进入大学之后 会学习新的课程 结识新的朋友 他们融入学校生活的程度 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 进而呢 影响了他们未来的选择 不过 另一派强调结构性影响的学者 就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了 他们认为 学生的家庭背景 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优势家庭的学生 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帮助 显然会更多 比如说 经济上的支持 文化上的熏陶 恰恰是这些因素 决定了学生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请注意啊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也都有问题 简单来讲 单独强调任何一个说法 不管是个体性的因素 还是结构性的因素 都只能看到硬币的其中一面 而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 就是尝试把这两种视角 结合在一起 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讲 更完整 更客观的答案 这本书的作者 郑亚军特别值得和你介绍一下 并不是因为他有名 恰恰相反 是因为在这本书出版之前 他在教育学界 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名气可言 这本书其实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 不过因为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出色 直接被收录进了负担大学的教育学书系中 而出版之后 因为话题紧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分析呢 又非常有启发性 于是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可以说是初出茅庐 便一鸣惊人 美国教育研究学会院士 白杰瑞教授 直接就评价这本书 说他对中国教育社会学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郑亚军在复旦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选择了北方南方 两所享誉全国的一流大学展开调研 和其中62位学生进行了访谈 记录他们求学和找工作的整个过程 这项研究啊 不管从方法的严谨性 还是从思考的深度 都显示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 但其中描述的现象 提出的洞见 非常值得每一位老师 学生和家长 以及每一位关心教育的人 一起来思考 接下来 我们首先从家庭背景来看 为什么出身不同的学生 明明考上了同一所大学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过法 如果我们把家庭背景和个人价值观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结构性和能动性因素结合起来 那么大学生的毕业出路 究竟可以分为几种呢 前面这些都是在分析问题 最后我们还要听听作者 解决问题的思路 也就是出身相对劣势家庭的大学生 如何才能获得成功呢 好 我们就正式走入这本书 我们刚才简单聊了聊高中和大学的区别 我想可以打个比方 来进一步思考这件事 高中像什么呢 它更像是一场长跑 目标已经定好了 大家每天在做的事 就是努力向前跑 一道题一道题的做 一分一分的提高 最后看谁的成绩更高 谁就有更好的出路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直接 但大学可不是长跑啊 用作者的话来讲 大学是迷宫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它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在大学期间 学生会面临无数个需要进行选择的分叉口 比如说 我是把时间更多放在学习上 还是在社团活动上 我是花时间考这个证 还是参加那个比赛 相比高中生 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要高很多 第二层意思 大学的出口可不止一个 临近毕业的时候 学生可以选择读研 也可以选择工作 可以选择去体制内 也可以选择去体制外 甚至还可以创业 这样一来 大学生的任务 就不仅仅是埋头读书 而是需要掌握一套技艺 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 对待和安排大学生活 去走这个迷宫 那么在这个开放的迷宫中 大学生究竟有几种走法呢 作者给出了两种典型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 叫做目标掌控模式 用这种模式走迷宫的大学生 归结起来 都有同样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还知道自己怎么做 才能拿到想要的东西 这些学生会非常有意识地分配 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在哪些方面少用些力 在哪些方面多用些力 他们的目标 就是让自己在大学里的经历和成果 可以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有效转化为求职的资本 请注意目标掌控模式的学生 可并不一定是天天想着如何提高成绩的 我们惯常认为的好学生 比如在这本书里 作者都介绍了一位叫做泽斌的大学生 他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学习 也很看不起那些他口中的书呆子 他的目标就是毕业后进入到网络游戏公司做运营 因此他对自己整个大学生涯的规划 都是为了接近这个目标 不断在商业营销领域积累实习经验 第二种模式叫做直觉依赖模式 用这种模式走迷宫的大学生 特点同样十分鲜明 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学 一时间无法适应自己新的身份 从而陷入到了无目标的状态 在这种迷茫中 他们主要依靠直觉和高中形成的习惯 来安排大学生活 换句话来讲 他们能做的就是要好好学习 甚至很多人会认为 参与课外活动 学生社团就是耽误学习 比如在这本书里 作者就介绍了一位叫做于海的大学生 大一入学的时候 他就陷入了迷茫 有一次 辅导员让每个同学写下自己在大学里的目标 于海就反复思考了很久 谨慎的写下了一句话 成绩排名居于30%到40% 后来到了大三 于海仍旧没有确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于是他干脆选择了最保守的策略 继续读研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继续读研其实并不是他的选择 而是他在延缓做出选择 如果我问你 哪种模式更有利呢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种 原因很简单 并不是两种模式的学生在优秀程度和努力程度上有显著的区别 你想想看 考上了重点大学 两种学生其实都很优秀 也都很努力 不过 在大学生活的安排上 第一种学生显然要更有自我主导的方向感和目标感 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这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的优劣并不难分辨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两种模式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要超越学生个体从他们的家庭上来找原因 这本书发现 家境比较好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目标掌控模式 而家境不太好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直觉依赖模式 为何如此呢 作者分析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两个群体的学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高中生活 作者调研的来自东部大城市家境优越的孩子 他们就读的高中会更加偏向素质教育 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批判性思维 资源和课外活动的丰富 形成了与大学类似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成绩好只能说是达标 而形成自己的兴趣特长个性才是加分项 而作者调研的来自农村地区家境没那么好的孩子 他们主要就是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至于自己未来的命运究竟是什么 他们其实也没有想明白 先考上再说就成为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思路 除了经历的高中生活不同 两个群体的学生接受的家庭教育风格往往也不同 优势家庭的父母呢 更有可能采取无为而至的策略 提供给孩子足够丰富的信息 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换句话讲 就是一边培养孩子掌控自我的能力 一边用自己的眼界和资源为孩子保驾护航 但劣势家庭的父母啊 不怎么插手孩子的学习 往往是因为能力不够 孩子能考上大学啊 已经算满足了他们的期待 至于上大学后 孩子会经历什么 也超出了这些父母的认知范围 作者还提到了第三个因素 进入大学后劣势家庭出身的孩子往往会遭遇社会学中所讲的精英修课 简单来讲就是这些孩子很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身边又出现了很多家境富裕 见多识广的同学 他们在高中培养的那一套生活习惯 已经无法帮他们适应新环境了 这样一来好奇胆怯自卑等情绪啊 就会一股脑的涌上来 怎么解决自己的迷失呢 很多人的选择就是躲在自己的安全区域内 继续用之前的习惯来做事情 这就形成了直觉依赖模式 说到这里啊 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 那大学生出路的分化 就仅仅是因为孩子们的家境不同吗 不要忘了我们刚才也说了 从家庭这个角度去思考 相当于只关注了结构性因素 却忽略了个人的价值取向 那怎么理解这个价值取向呢 简单来讲 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或多或少去思考自己工作 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想 工作还能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养家糊口吗 没错 考上好大学 找到好工作 过上好日子 这三步走的路线图啊 即便是对职场一无所知的学生 也明白这事 不过这种观点 仅仅代表了家庭本位的传统观念 并不能涵盖一个人完整的价值取向 作者就提醒我们 在家庭本位的传统观念之外 学校也参与到塑造学生价值取向的过程中 学校所做的事呢 就是树立学生的崇高追求 也就是说 他提醒学生 你要去从事具有高社会价值的工作 挣钱不应该是你唯一的目标 如果家庭本位的传统观念 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的小我 那么追求崇高的学校话语 代表的则是我们常说的大我 这还没完啊 在家庭和学校之外 作者在访谈中发现 还有第三种价值取向 为了个人趣味和自我表达而工作 比如很多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 会看中工作本身是不是有意思 有些大学生还特别重视 这个工作能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这包括这个工作能不能给我带来高薪水啊 让我快点实现财务自由啊 然后用钱去置换时间 再用这些省下来的时间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作者认为 与家庭和学校不同 这种价值取向 暗含着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气氛 且不论哪个崇高哪个庸俗 你会发现啊 无论是为了给家里挣钱 还是为了实现社会价值 还是为了早点退休享受生活 都属于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不过 有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强一些 换句话说啊 就是更具有内化的信念驱动力 但有些大学生呢 价值取向就会弱一些 快毕业了 也没搞明白自己工作究竟是图个什么 说到这儿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中 我们区分了两种大学生 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 在刚刚对于价值取向的梳理中呢 我们又区分了两种大学生 高价值信念和低价值信念 这本书非常精彩的一个洞见 就是把这两个因素进行交叉 直接给出了四种大学生不同的就业模式 我来和你一一介绍一下啊 你会发现这个分类可以说是比较精准的 击中了如今大学生们的想法 第一种学生是目标掌控模式 加高价值信念 在就业中啊 他们是典型的自主驱动者 当然自主驱动者也不是一进大学 就明白自己想要从事怎样的工作 这一定是在多轮的试错之后 才逐渐形成的 不过关键在于 他们会在心里始终放一杆秤 不断平衡各种价值信念 例如父母希望我做什么 社会鼓励我做什么 条件允许我做什么 我自己又想做什么 最后自主驱动者会在内心 形成一整套自洽的解释 对于这些人而言 大学就是他们的追梦之路 第二种学生是目标掌控模式 加低价值信念 在就业中啊 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这部分大学生 明白如何在大学里取得好成绩 如何获得好工作 但问题在于 他们没有明确的价值信念 知道如何成功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成功 这样一来 他们把工作这件事 就看得非常赤裸裸 谁给我钱多 我就跟着谁干 用八个字啊 来形容这些人 就是钱多就干 莫谈情怀 第三种学生是 直觉信赖模式 加高价值信念 在就业中啊 他们是典型的价值顺从者 这部分学生啊 有些因为家庭局限 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箱 本来就比较小 而且工具啊 比较零碎 他们被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呢 也就更大 那么他们更多被谁所影响呢 这里面特别需要强调的 就是大学主流的价值教育 这部分学生啊 对于教育改变命运 深信不疑 因为他们就是这种价值信念的受益者 自然教育者 也就是大学里各种老师 为他们提供的家国理想 社会价值 这一类信念 也就更有可能 在他们心中占据主导位置 你会发现啊 这类学生的职业理想 往往是进入主流体制内的职业轨道 最后一种学生 是直觉依赖模式 加低价值信念 在就业中 他们是典型的迷失无从者 这部分大学生啊 是最令作者担心的 因为他们既没有熟练的策略工具 也没有清晰的价值信念 对他们而言 毕业出路很可能并不是依靠主观选择做出来的 而是情急之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走到哪儿算哪儿 更重要的是啊 因为在大学期间 他们一直处于生涯目标施交 简历一盘散沙的状态 四年光阴匆匆而过 迷失无从者的名校文凭 在职业发展中的兑换能力 已经大幅度缩水 最后这一部分人往往会赶鸭子上架 被动就业 或者干脆延迟毕业 说到这儿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从表面上看 作者为你梳理了四种大学生的就业出路 分别是成就自我的自主驱动者 莫谈情怀的机会主义者 跟从主流的价值顺从者 以及过一天算一天的迷失无从者 但从深层次看 大学生的出路分化 其实是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 一方面 学生是否拥有明确的内在的价值观念 并驱动了自洽的清晰的目标 另一方面 他们能否通过自己的理性 去掌控和达成这个目标 既然大学生的毕业出路 受到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那么自然在这本书的结尾处作者也基于这两个因素 为大学生们尤其是出身烈士家庭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作者在后集中说了一句非常让人感动的话 他说研究者不能只把解希望不传递勇气 这样一来就又出现了两个新问题 第一 从结构层面 出身家庭不太好的学生究竟面临着哪些实际障碍 第二 从能动性层面 他们如何才能逃离这种始终处于烈士位置的怪圈呢 我们先来说出身烈士家庭的学生面临哪些障碍 作者用八个字进行了总结 文化拖欠 文化迷失 所谓文化拖欠指的是他们进入大学后体会到对周围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异类 比如说对于城里富裕家庭的学生来讲 使用电脑 查收邮件 在线选课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 但对于出身烈士家庭的孩子来说 却是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学的东西 而在面对这些水土不服的文化拖欠时 这些学生可以找谁求助呢 一方面上大学后 他们和以前的朋友渐渐走得越来越远 而另一方面 自己面对的困境 家人也不能理解 更提不上给出建议和帮助了 文化拖欠的阵痛可长可短 出身烈士家庭的学生 往往可以通过努力 把自己和新的文化连接在一起 比如学习如何在线选课 如何在城市里选择交通工具 但问题是 刚刚缓解了一些文化拖欠的阵痛 他们就迎来了文化迷失的创伤 何为文化迷失呢 简单来讲 就是这些学生啊 虽然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但同时 他们不可能完全抹去 在家乡形成的旧的生活习惯 这两者啊 直接的对立 会让他们体会到一种长久的撕裂感 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撕裂感 学生就会茫然无措 最终走向我们刚刚提到的迷失无从者 那么这些学生从价值观上 能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呢 作者在书中啊 给了三个建议 我认为可以简单总结为十二个字 悦纳自己 突破自己 书写自己 首先啊 悦纳自己 出身劣势家庭的学生需要明白 自己身处的困境并不是自己的错误啊 并不是自己能力不行 也不是自己啊 性格有缺陷 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规律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所以大可不必羞耻和自责 第二 突破自己 在悦纳的基础之上 这些学生需要反思自己的旧观念 同时啊 接纳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用的策略 就是突破单一的社交圈子 因为作者发现 这些出身劣势家庭的孩子 在进入大学之后 特别喜欢和自己的老乡成为朋友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自己非常封闭的社交圈 这对他们适应大学生活 其实是有副作用的 因此 他们需要走出自己的封闭圈 利用不同的活动 和背景不同的学生 交朋友 来接触不同的价值观 这时候 除了同学之外 他们还可以主动寻求教授的帮助 实际上 教授并非如同想象中那样难以接近 他们更明白大学的游戏规则 其实可以提供更切身的帮助 当然 这也就意味着 教师作为教育者 也需要能够理解和体会 这些学生的困境 积极施以援手 近几年 很多学校也开始实施了相关举措 例如学术启航计划 本科生导师制度 还有各种各样的读书会 作者提醒这些出身烈士家庭的大学生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些交流的机会 第三 书写自己 作者特别提醒这些学生去反思自己的旧观念 接纳大学的新观念 这并不意味着要和以前的自己割裂 事实上 这些文化印记就像胎记一样 是没有办法被抹去的 这时候 出身烈士家庭的大学生 可以尝试去欣赏自己的旧身份 并书写自己向上攀登的新过程 比如说 之前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 小镇作题家 这个标签 在很多地方被污名化了 但其实他体现了这些学生很多宝贵的品格 比如说 努力自强 尊师众教 所以提起这些标签 大可不必特别苦大仇深 或者干脆拒绝承认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 社会层面也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近几年来 国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 比如你会发现 很多重点大学都提高了贫困生的录取比例 这可以被归类为硬措施 为的就是给弱势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除此之外 不少大学还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新生教育 这可以被归类为软措施 也是在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生 减轻文化拖欠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好 这本书都为你介绍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这本金榜提名之后 为我们揭开了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作者提到大学生活两种不同的过法 一种叫做目标掌控模式 另一种叫做直觉依赖模式 前者强调目标清晰 并且积极付诸实践 而后者通常依靠高中时形成的思维惯性 缺少明确的计划 作者认为这两种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 源于家庭背景 优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多会采取目标掌控模式 而劣势家庭出身的学生更多会采取直觉依赖模式 作者在家庭背景之外还关注到了学生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说学生内化的信念驱动力有高有低 这样一来在最终找工作时就形成了四种学生 自主驱动者 机会主义者 价值顺从者 和迷失无从者 最令作者担心的无疑是第四种学生 迷失无从者 最后我们讲到出生劣势的家庭 如何才能在大学里面获得成功 作者首先梳理了他们经常遇到的两个困境 文化拖欠和文化迷失 在此基础之上 作者又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自我的悦纳 突破和书写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